各位好 我们来看这个折射的例题 那这一题呢提供一个蛮特别的概念 就是如果这个光呢是经过一个平行版 如果这个光是经过一个平行版的话 那射入和射出的光会平行 射入的光和射出的光会平行 然后只是呢它会向侧面有一个位移 称为侧位移 就是入射原本是沿着这个方向 原本是沿着这个方向 但是经过折射之后它会从这里出来 但是这个出来的方向跟原来的方向是平行的 只是会多了一个珠的侧位移 好那我们来证明一下 那首先呢是 这个是折射率为根号3的平行版 那厚度是10跟3公分 那光线是以入射角60度由空气中射入 好那我们给它一些编号 从AB射入平行版 那从CE出去 那CE出去的这个折射角呢 称为θ这样 好那这里我们就假设一下 从空气入射这个透明平行版 折射角叫α 折射角叫α 那我们可以算出α是多少 因为我们已经有折射率了 那空气的折射率是1 我们带入斯兰尔定律 1乘上Sine入射角60度 等于透明平行版的折射率 跟上3乘上Sine的折射角α 好那这样就会得到Sineα 其实是2分之1 所以α是30度 好那接下来呢是 α是30度 然后这条光线在平行版 前进 在平行版当中前进 然后再遇到这个界面 再折出去 那问题是这个 入射角是多少呢 那很巧的是 它也是α 因为对于这个平行版而言呢 对平行版而言呢 这两个角是内挫角 所以从空气入射 平行版的折射角 恰好就是从平行版射出空气 从平行版然后往空气射出的 入射角 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再利用 Sineα的定律 就是平行版的折射率乘上Sine入射角 入射角也是α 然后等于空气的折射率乘上Sine 折射角θ 那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狮子长一样 它的第一个狮子右边 跟第二个狮子左边长一模一样 所以这个θ其实就是60度 或者同学可以从光的可逆性 光线的可逆性来判断 就是从空气进入平行版折射角α 可是呢 如果入射角是α的话 它从平行版折射出去 这个角度应该有60度 因为从空气进入平行版 然后角度α 折射角α 然后跟从平行版向空气 入射角α 结果会是同一条光 所以这样也可以判断说 这个θ其实就是60度 这样就证明完了 所以α就平行于ce 那第二题 它想要问的是 那既然我们知道 这两条光线是平行 那只不过因为折射的关系 这个光线有侧方向的位移 那它位移的多少距离 这时候就会用到一点 三角形 还有三角函数的概念 这个珠其实就是 因为我们的原来的路射线 跟后来的光线 之间的距离 是要算垂线的 就是垂直距离 所以这个部分会出现一个 直角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 那底下的这个边呢 就会是斜边的sine θ-α 为什么是θ-α 因为θ是60度 就是把这个路射线延伸 然后跟法线的夹角 这就是60度 可是 可是折射线在这里 折射线在这里 所以这个折射线叫α 那另外一边就会是θ-α 因为整个是θ 所以回到刚刚所说 珠还有这条bce光线 还有这条原线路射线的延伸 这三个边会形成直角三角形 那这个珠就会是斜边 去乘上sine的θ-α 所以珠会等于bce乘以sine的θ-α 那θ 先到这边 然后呢 这个θ-α 我们当然可以 可以从题目给的条件得到 因为θ是60 α是30度 可是bc是多长呢 bc是多长呢 bc可以跟这个 这个平行板的厚度有关 他们的关联就是这个α 这个α bc乘上cos的α 就会得到 就会得到 平行板的厚度 bc乘上cosα 就会得到平行板的厚度 l 所以我们把bc换 用l除以cosα替换 所以就变这样 把bc替换掉 α是30度 在第一小题算出来的 α是30度 所以cos30度是2分之3 l 题目有给是10跟3 l是10跟3 sine的θ-α 就是60-30 sine30度是2分之1 所以最后就是约一约 约一约 这个侧向位移珠 就是10公分 就这样子算 那同学可以再 回去倒带看看 能不能看得懂 第二小题 它的几何关系 谢谢